这样啊 我们要女嘉宾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男嘉宾啊 这个应该是通过她的曾经的情感生活 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咱男嘉宾对情感的一个状态啊 来好 看一下大评论 我这一生医好了无数陌路之人 但却没能让那个最珍贵的人摆脱病痛的折磨 我经过上世纪包办回音的疏忽 但我没经过包办回音的痛苦 我们的爱情是从1967年冬天开始 在双方父母的脱禾下 我们在婚后慢慢相爱了 她是个温柔的女人 家里大小乡都叫我热热 这么多年的婚姻生活 我们始终相敬卢宾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场争吵 她经过医院的诊断检查 被确诊为中心型肺癌晚期 我听到此消息 我在吉林市龙潭区专家门准大院 我立即辞职回去为夫人救治 我用尽毕生所学尽全力为她医治 医院说只能活三个月 通过治疗她多活一年零八个月 她在2001年9月12去世 她去世后我也经历一段浑浑浆浆痛苦的时期 在生活仍要继续 虽然阿言不在了 但我的医术还在 现在我知道游行济世 乐观幸福 就是对她最大的告慰 你愿意和我让生命的晚霞一言美丽吗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呢 就是你能为了对方把自己工作都辞了 对对对 你现在想想后悔不 不后悔 那你工作辞了回家照顾她之后 对你接下来的生活 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那她有了 那我那单位是吉林市龙潭区专家门准大院的 一般人你想打击你都困难 完了我本想花钱故人厕访 我儿子说 爹 绝对 不好使 你最好回来 他 他给我生三个孩子 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功劳 我得回去对我服务员帮来 得好好厂厂 厂厂的目的 她死那天 所以我叫给张大夫直 就完事了 哎呀 会癌吧 最快 因为她不能呼吸了 我的心挺佩服的